潮州地道小食 糯米罐豬腸 蝦棗、蟹棗 每樣都好考功夫 吃過你就知道有多不簡單 正宗泰國菜 又怎麼少得不少人之愛的船麵呢? 材料豐富 湯底還是家傳秘方 絕對值得推介 車仔麵大家應該經常吃 但是將日式和港式完美地結合 這一款就非一般的車仔麵 真是令人耳目一身 馬上開始 全港開餐100強 菜式飯ciones 不容易成功 最終才能吃一般 皆是每個吃到的 們必須五口 為何對象 來自嚴重 跟北京的海阿辰 總統 我一眾能吃到 冰箱 尖沙咀的這個傢洲菜館 已經開張超越三十年了 菜式既保留傳統潮汕色彩 亦非常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當眾最多人喜歡吃的 是它最特色的潮汕小食 例如有蟹組、蝦組 和糯米罐豬腸 我怎麼可以錯過 傳統的潮汕小食 灑光比較多 原料、材料多數都是從潮汁回來的 所以比較傳統 糯米罐之上 我們會用新鮮的豬大腸 首先買回來洗乾淨 把裡面的豬大腸的油 要剪掉 然後用來攝製材料 就有栗子、花生、糯米、冬菇 肥豬肉 這樣用來炒完之後 加上糯米一起炒 然後用來攝製材料 然後用草來綁實 然後大約11小時 然後用水來11小時左右 這樣就可以吃了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就是吃這個潮州菜 第一個, 我們先來 糯米罐豬腸 你會看到每一件都是不規則地做 因為很多潮州菜都是手工菜 這個是蘸一個很稠的甜豉油 那我們試一下吧 這個口感又剛剛好 還有吃到一些粒粒的冬菇 很煙韌的口感 所以也很有趣 然後吃下去也有豬腸味 再加這個甜豉油 帶出整個味道出來 好可愛, 好吃 我喜歡那個糯米 我一向都喜歡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吃飯 所以這個糯米也很特別 蝦棗我們租比較傳統的做法 就是新鮮的蝦 打到起膠 起膠之後就用一些配料 就是肥豬肉粒 最重要是馬太, 狗黃, 雞蛋, 麵飯, 生飯 然後就跟蝦糕一起拌勻 然後就像牛奶一樣摺一粒粒 然後用來炸 蝦棗就用新鮮的蟹肉 炒了之後也是一樣的做法 但是比較不同的 就是買一些新鮮的腐皮卷 來卷這些配料 然後就卷一卷, 一條一條 然後就用蒸來蒸 蒸了之後就炭凍 然後切一折一折 然後才用來炸 好, 那下一個我們有蝦棗拼 是蒸蟹棗的 我當時看稿的時候 我都說什麼 原來其實是炸蝦丸和炸蟹丸 因為它造成好像棗一樣 所以有這個名稱 很多潮州人通常是過節會吃的 就好像我們吃魚蛋 吃湯丸 好像我們吃湯丸團團圓圓的意思 這個就像炸蝦丸一樣 但是不太簡單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那這個要蘸什麼呢 甘吉油 哦, 好 好, 先嘗嘗 好吃 我覺得有點像泰國的蝦餅 它的口感是很彈牙 外面是酥脆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甜的汁 這個像我們吃我的酸梅醬 糟了, 我慢慢蘸這個汁 好, 那我嘗嘗這個蟹醬 軟熟一點, 再軟一點 但是還是有酥脆的咬下去 這個頭盤和家人分享 一定會很開心 一起哈哈 哈哈笑 好, 我們下一道菜就是這個 借薰鴨 看起來好像煙薰鴨 其實潮州是盛產金借的 所以他們會用這個去煙薰這隻鴨 聽說店舖在潮州 會有人用磚爐去做這個鴨 那我就拿一塊 好, 你會看到上面很薄的皮 有一點脂肪 這個很香的煙薰味 這個很好吃 我一向都喜歡吃鴨 這個有一點點甘甜 鴨的味道也很入味 因為它煙煙煙的時候 蔗的醬汁就會滴在鴨肉裡面 滲透進去 所以它很入味 你吃的時候也真的甜甜的 好姐 泰國菜是我最喜歡吃的菜式Top 3 它裡面有 Peptide, 冬蔭公, 生蝦, 生菜包, 豬鏡肉 為什麼呢? 就因為它酸酸甜甜辣辣 非常開胃 所以泰國菜, 我來吧 人人都叫九龍城是小泰國的 那麼多間泰菜館 有一間特別多粉絲 他們的廚師是泰國人 味道真的很正宗 而且老闆開這間餐廳 其實是有一個堅持的 之前我媽開泰國餐廳 現在她過了身 所以我要接受 我想讓人們試試 我媽媽吃泰國餐廳的味道 這裡這麼多菜式 當中必吃的 是幾乎人人來到都會叫的 船麵 他們的湯底是家傳秘方 只像一家而已 是不少吃客人心目中的世一 你好 你看看 我最喜歡吃的泰國菜 都放在這裡了 首先我替大家介紹 不得不介紹這個最有名的 就是這裡的船麵 首先你看到這個湯底 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它會這麼深色 是因為老闆娘說 她是用了黑豉油 這個的芫荽頭 桂皮 八角 還有藍薑是熬成的 熬好多小時才會有這麼濃的味道 我現在嘗嘗它的味道如何 它的味道非常濃 而且第一次入口 它是甜味的 你看到它是傳統的 有炸豬皮 還有豬肉丸 還有一些豬肉片 我又問過老闆娘 我問為什麼它會這麼濃的味道 我現在偷偷地告訴你 因為它的秘訣就是 在泰國 它這些湯底 會加一些豬血 令到它有一種 再濃郁一點的味道 所以它就想了另外一個方法 它就是將一些豬潤打碎 再熬這個湯 這是豬肉片 你看到一咬下去 它是很鬆化的 它沒有渣 還有它是很嫩的 那個肉 再加上剛好我黏了這個甘不換 令到它的香味再提升 讓我先試豬肉丸 豬肉丸是我整碗麵 除了湯底之外 最期待的一件事 因為豬肉丸好像帶出了整個船麵的蒸水 感覺很彈牙 平時的豬肉丸我最怕吃到的 就是它裡面好像吃到只是粉的感覺 它裡面的層次很多 它的質感是很足夠 所以你不會說我只吃一塊粉 吃完豬肉丸 再輕鬆地提醒一下 就是一定要喝完它的湯底 因為這個湯底就是這裡的家傳之寶 它的秘方是這裡才有的 而接下來這個菜 就是南瓜咖哩軟學蟹 是來到這間店的人必點的一道菜 南瓜是日本南瓜 所以吃起來是很甜的 我不客氣了 滴下去是真的脆的 而且咖哩是沒有辣味的 這個味道非常合適 而且大家一定要嘗試層次 因為乳酪有點鹹 它又脆 但是浸下去滑和甜 根本上它完全有一個很大的反餐盟 所以我就明白 為什麼在這間餐廳裡 這個南瓜咖哩軟學蟹 會是它的標準 山菜包在泰國來說 真是最有名的泰國菜 但是用魚做的山菜包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這個就是你第一次看到 用盲曹魚炸起了它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配料 例如有這個的花生 還有紅洋蔥等等 而它裡面最有特色的 就是它這個汁 它的汁用了酸籽、魚露和糖 用它本身的一個調配的部分 把它拌在一起 好了,我們加了一點 大家看到有很多青檸粒 紅洋蔥、炸的盲曹 還有一些花生粒在裡面 再加它這個秘方的這個汁上去 這個很好吃 這個汁的調配 很累,我覺得很好 另外,它很巧妙地加了花生 這個外脆內軟的魚 加了一個很香的洋蔥 再加脆薄薄的花生 之後有青檸燉 燉均勻的酸味 那個層次是我不懂形容 但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試試這個 對 平時車仔麵,我最喜歡加雞翼尖 山菜、豆泡、豬頸肉 最重要是有辣汁 但導演說今天全部都沒有 不過不要緊 他說有一個很珍貴的食材 和很特別的湯底 不如我們就看看 是否真的好吃 這間非一般的車仔麵店 充滿了日系簡約風 真是心得我歡心 店主打日式拉麵湯底 配車仔麵的配料 除了日式叉燒 最吸引就是大大塊的花膠 我不是啦 你看看 這個車仔麵真的很刁鑽 平時我們吃的就是港式車仔麵 今天這個是根本是融化 是日式加港式的融化版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花膠、豬手、魷魚的 豬骨湯底的車仔麵 首先我要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 這塊花膠會不會真的很厚 這塊是花膠扒吧 它是鱈魚的花膠 老闆就說它是因為要夠厚 而且是圓的花膠 很少車仔麵會油 是否只有這間油呢 先嘗嘗 這個花膠 它爽得到 中間會做到一個黏黏的 那種膠質的感覺 而且它應該用它的秘製的汁 去醃了它、去浸了它 所以它的花膠是很入味的 去到中間的位置 依然有香味和鹹味在裡面 很棒 很爽 我們先嘗嘗豬手 你看看我已經是一夾 你已經看到很軟很軟 豬手令我很驚喜 它是軟的,我就預料了 它是秘製的汁,我也預料了 也知道它好吃 但是它那個豬骨露出來的 就是咸的肌尿 再加上甜的汁的味道 令我覺得它很嫌味 膠質很豐富 一點也不硬 而且豬手很乾淨 你看到它不會像平時看到外面的豬手 可能會吃到一些毛 那些我很害怕 但這個真的很好吃 再嘗嘗它的魷 牛肉 牛肉有一點點辣辣的 非常爽口 你看到它是啡色的 它直到一味 咬下去一點也不韌 不錯… 但是這碗車仔麵 我試過了 它最精巧的就是 它熬了12小時的豬骨湯底 你看到它本身已經啡色了 已經是很濃的 先嘗嘗 你會覺得好像是日本拉麵的 很濃的豬骨湯的味道 但是因為上面 有些比較中式的豬手 還有一些魷魚的汁 又滲了下去 加上蔥和炸蒜 有一種中和日 混合得很和諧的感覺 吃車仔麵 我每次都一定會選擇油麵 是很彈性嗎 油麵是沒得輸的 就是沒得輸的 這裡不只可以點油麵 很多東西讓你選擇 還有的就是道庭烏冬 可以呼應它這個日系融化的感覺 這個是我Aka大力推介的 是六格定性 你看到其實它這些菜 都是車仔麵的菜 所以我是跟它說 這個我想明明它是車仔飯 你看看它這個音樂太入味了 看起來 這個煮軟骨 又是會令到我生骨膠原的東西 很軟 很汁 很入味 接著就有這個 醉雞中液 它剛剛用的酒浸住了 很重的酒味 我吃的那些酒雞中液 醉雞最怕裡面是老身和裡面是乾的 它裡面也很嫩 酒都滲透了 接著這個就是糖煮蘿蔔 甜得來很清 很日系 之後就是這個蠔芋花菇 我很喜歡吃蠔芋花菇 因為平時媽媽很少煮 永遠是去到新年盆菜 那些大節大節 我就會挑戰這些花菇來吃 好 燜得很軟 同時是很入味 有一點甜甜的 蠔油味很鮮很出 我最喜歡是那個菇味夠濃 糖心蛋 應該不是分的 沒有分過的味道 但我很喜歡它做到 它不只是糖心 它中間也有一點實實的蛋黃 什麼叫做 有五菜一湯作為一個飯 很滿足, 你看 這個花膠雞湯 你還沒喝之前 已經看到它有一股… 即是說它真的是竹料花膠煮出來 它很棒、很清 它不會給我一個很口滑的感覺 接著又是圓隻的花膠扒 湯很有膠質 熱辣辣一碗湯 還有很濃、很濃的雞的鮮味 很濃的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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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想起甜品 我可能想起朱古力蛋糕 雪糕 但現在帶大家去吃一間中式甜品 有芝麻糕 有桂花糕 有… 總之, 走吧 這間糕點店可以說是 香港傳統糕店界的名店 除了傳統的砵仔糕、白糖糕 還有創新的綠茶千層糕 口味有很多元化 而老闆方太 四歲開始已經跟媽媽學做糕點 一做就做了五十多年 現在一家六口, 齊齊做糕 智力盛傳手藝 我正在排隊 在廟街中的中式糕點 我已經準備就緒 看到我最喜歡的缽仔糕 我覺得我已經很少看到 但有一個是整個團隊都說 你沒吃過芝麻卷的菲林卷嗎 我真的沒吃過 但我平時也很喜歡吃芝麻糊 所以期待… 不過, 我也要排隊 三分是最好吃的 隨便 隨便拿一位 隨便吃, 隨便吃都好吃 好 我來一個 你好, 我要芝麻卷 破製糕, 不要豆 再要椰汁 綠茶糕 還有白糖糕 吃完嗎? 可以的 有這麼多組員跟我一起吃 真是第一次吃菲林卷 你看到它卷了很多次 還有圓粒的芝麻還在上面 先把芝麻炒香 圓粒去積磨 再把芝麻漿混得非常滑 才可以做到 每個都是很一致 而且超級滑滅滅的芝麻 我真的沒吃過 還說, 試試吧 很滑滑滅滅的 好像在吃漿著的芝麻糊 其實 然後它圓粒的菲林卷 很有趣 想不到我這麼大才能吃到這個 這麼… 很珍貴的甜品 很多人都是綠茶烘的, 對吧 我也是 再加上我最喜歡的椰汁 它的技巧上 就是要把每一層都要均勻 大家看看 每一個都是自己一層層的去鋪 所以這個就是最用功夫的位置 試試吧 這個一加起來 已經聞到很香的椰汁味 再加上綠茶 很香的味道 還要很大件 這個真的不會比一輩子 你看, 多重手 下一件就來我另一個 小時候很喜歡吃的白糖糕 整塊薄餅那麼大件 這個真的很久沒吃了 很久沒見 我住的頭也沒得買這個 我也很喜歡吃 真的 它真的不太甜 再加軟綿綿 總之是童年的回憶 很大件 我這個夾飽飯去吃 不, 我多買幾件吃 最後來這個瀑仔糕 很多人可能喜歡吃多豆 但不知道有否其他粉絲 是喜歡沒有豆的粉絲 就是我了 我來試試吧 它的口感剛剛好 它的黃糖非常入味 看到它的洞是甚麼事 老闆娘說 很漂亮才會有這個形狀 在中間 所以我都沒見過 但這個真的… 真的好吃 可能我也要買一個有豆的 試試吧 品嘗正宗關東江湖前壽司 健健都是主廚的精心傑作 跟藝術品一樣 看見都不捨得吃 台灣古早便當 牛肉麵 是大家都很掛念的台灣美食 讓我一次過滿足大家的胃口 一定會 Flower 品嘗正宗終 明天